大家好,今天11月30號 我想 明天就是新的一個月份的開始 那11月份如果月線來講 他是縮了一根 長紅棒 那桌線已經五連紅 所以呢接下來的行情 各位要怎麼做 最近呢 大盤呢 來到了 前波的高點 17 463 這個前波的高點當然 紅金我跟各位講過 他一定要震盪 一定要震盪 但是最近呢 因為在美股這邊 其實 美國呢三大指數的漲跌幅呢都不是很大 那台灣在這個地方 他也是呈現一個 比較震盪的格局 那今天大盤呢開平高 然後呢 殺低之後 然後 整場的都是在平盤呢 之上的做一個震盪 那我想在前幾天我也提醒各位 NSCI呢 12月1號 我想 這個就會生效 那一升二降 從今天各位看 尾盤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就非常的清楚 台積電 我想 尾盤呢 敲進了27,418張 聯發科呢 2557張 聯電呢 47,476張 廣達呢 22,815張 那這個是不是我跟各位講的 你不要笑外資 外資呢 買這麼多 為什麼盤都不漲 我跟各位講說這個地方 他一定要 找時機奮力一級嘛 那17463會不會過 我跟各位的已經講得很清楚 如果以技術分析的常態來講的話 他一定會過 一定會過 那 今天 其實像台積電這兩天 都有人在做一個壓盤的動作 但是 趨勢各位 如此的話 那你說壓得住嗎 如果壓不住 那現在呢各位 他突破之後 很多人可能這個地方不相信 那過了之後 那要怎麼做那才是最重要 因為 台灣的歷史 歷史的一個高點 在18619點 我想這個歷史的高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來做測試 我們先不要看這麼 我們先不用看這麼遠 我相信黃金我只是在印證 我所設的 這個點會不會到 破萬六的時候 我們已經喊 先站上萬七 然後呢 再看到什麼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規劃 那如果這個盤呢 是照這個規劃走 那你是不是呢 你是不是呢 就不會擔心害怕 夜線呢各位 11月 剛剛說紅 而且拉了一根藏紅棒 我想這個藏多的格局 他才剛剛要開始 我不知道各位你怎麼想 我不知道各位你怎麼想 如果說以整體整個架構 大盤呢在這一波 他是呈現90度的一個上漲 而且呢各位這一波上來大盤 搶不搶 搶不搶 他是學的五日線一路攻 他學的五日線一路攻 各位 單單呢 一個月份各位那是不是漲了1400點 是不是漲了1400點 那外資呢 因為台幣 最近呢 大幅的升值 所以 外資 他大量的進來買 但是呢他買的股票 當然不法是在一些前置股上面 但是如果說用我最近跟各位講的 每一年 第四季 包括明年第一季 是每一年最好賺的行情 那各位 你是不是要更要在這裡做規劃 大盤這個位置 各位我跟你講他是一個強勢的表現 那我是不是跟你講說先震盪之後 會持續的過高 我不是今天 才跟各位講 那指標股 台積電 最近這兩天的壓盤 會不會壓不住 會不會壓不住 會不會呢 噴上去各位 那如果上去 那會帶動什麼股票 會帶動什麼族群 你一定要知道 今天大盤 其實早盤是呈現一個比較 淡的行情 但是有沒有股票在漲 當然有嘛 那你如果的一個掌握 尤其現在是在一個輪動的格局 輪動的格局當然 股票不是 一路拉 除非是那種小型股 紅星我不敢講 但是如果股票 拉兩天三天休息一天 那是這個是不是很正常 那只要底部一路墊高各位 那用時間換取空間你也可以大賺 你也可以大賺 我現在細例在11月份 各位你都驗證到了 那今天 是不是在創波段新高 打發呢是不是也創新 創波段新高 所以我講過AI股 他是未來 10年 一個重點產業 而且呢全球的晶片市場 明年呢 他的營收啊各位 他有機會的成長了20% 所以我說這20% 你必須要掌握到 那未來呢 AI股哪一些股票 他是呢在12月 我現在11月份的已經過了 各位 不用再去想 你沒有掌握到 你也不要懊悔 你只要現在 你下定決心 你要好好的在這個位置點 做好佈局 同學的我最近呢 我一直在觀察 在整個牌面上 其實有一些股票 他已經漲很多 那我也認為 這些呢 要休息了 但是這些股票 要休息 錢會往哪裡去 那是不是很重要 我講過賺錢的人啊 他絕對呢 不會離開這個市場 他會重新去 去尋找新的標的 我說這個怕死不走 不可能 他賺錢 這個地方 他說他要離開市場 不可能 這 這絕對是不可能 所以現在的機會 我相信各位 我們都已經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AI股 那包括 一些中小型股 紅軍我現在都已經開始做好規劃 長坡段 跟短坡操作的 那 紅軍我都幫各位準備好 那只是說 你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下定決心 而且你要 調整你的心態 股票 沒有賺錢 沒機會 我跟各位講 以股 換股 該賣 你就賣 不要猶豫 因為呢 你做對的一個動作 那未來呢 他不但能夠讓你反敗為勝 而且呢 還能夠賺更多 我說做股票 你要什麼 穩穩的做 快樂的賺 細例 我相信 各位 這個月有沒有讓你驗證 超過五成 這個不是事後論 不是事後論 我先講 新點 那這個都是 在今年 他落底 產業落底的 好 階段 因為車用晶片的話 各位已經沉寂很久 那也沒有人跟各位講這一塊 我相信 老師看到了 那我先掌握 那有沒有呢 從底部這一路 展上來 今天 各位 還是創了一個新的高點 雖然拉回休息 但是在整個格局沒有改變的狀況之下 那你要害怕嗎 當然不要嘛 做股票 就是穩穩的做快樂的賺 大漲小回 你漲多回來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講過你的 前股的方向 你要在哪裡 才是最重要 那現在 高利 當然 紅線我還是要提醒 因為呢 這可能是我疏忽的地方 因為呢 他五場債呢 在240塊這裡 做轉換 當然 這個地方短線上 他會有一個壓力 但是如果說以長期的一個 趨勢來看 他並沒有改變 所以 紅軍的我做股票 我一定呢 堅持 如果真的不行 我也會帶各位出場 所以呢 我不是呢 做的事情 我不敢講 高利這兩天跌下來 紅軍呢 我不怕 我相信 只要他的一個多頭格局沒有改變 我們的機會呢 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 AI股 這個趨勢 是沒辦法擋的 因為這一波 可能呢在 AI的晶片這裡有些雜音 那 輝達的股價 短線上 他也是在做一個小修正 但是我講過了 輝達呢 他是呢 各位 你真的不用擔心 他是在AI的 霸主啊 他是AI的霸主 他沒有這麼容易呢 被擠垮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新的AI股 我一檔一檔會幫各位呢 挑出來 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機會呢 是永遠留給有準備 就像說 CD D檔你跟我布局 那你看我節目 那你也是從這D檔 一路驗證到現在 那我幾乎呢 我每天 都在跟各位呢 來講CD這檔個股 我們看好 我們絕對的是堅持 老師的堅持 就是給各位呢 能夠最大的利潤 這利潤大不大 職業份的新日薪 一個月五成你驗證到 那今天11月呢 又結束了 那是不是呢 又是我要來驗證 我這一個月來的一個績效 我相信這個都是呢 經得起你考驗的 來各位 這波段漲幅到今天最高 有沒有來到54% 你買個10張 這個月 有沒有讓你賺54萬 這是很簡單的算法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在這上面呢 上下起手 N次 我沒有把 這個績效 算進來 我只是驗證 我跟各位所講的 那是不是呢 都能夠達到 我說一個月 我有機會 我有機會幫你賺兩成三成 那這是 做一個老師 最起碼 的一個承諾 但是我一個月 能夠像新日薪 系列 一個月一個月都能夠超過五成 我相信這個就是 老師的能耐 所以 你們驗證到現在 我不是叫各位 你去追系列 你不要誤會 我在這一個連線我已經告訴你不要放空 我一直以來這每一天都跟你講不要放空 那你說放空今天各位 最高 到440 那是不是先加空再殺多 先加你空再殺個多 那拉回來我們不怕嘛對不對 我們老行宅宅嘛 獲利已經 滿滿了各位 你不用擔心你不用害怕 所以呢 做股票 真的要懂來 連線 我有沒有跟你講震盪或在攻 但是很多人會選擇在這個地方 去放空 去看花 因為你不懂的籌碼 洪居我以前是一個控盤者 我非常清楚 投顧老師呢 我也是唯一一個 當了公會的理事 我也是當了一屆的公會理事各位 我相信洪居我很懂 很懂呢 控盤者的心態 那籌碼的角度呢 那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秉持的這樣 的一個操作 就是要放大各位 一個獲利的空間 我常在講 做股票你要怎麼做 基本面很多人拿來招咬撞騙 但是基本面這種東西各位 你垂手可得 基本面的東西 就是要讓你來選股用的 產業 那是不是很重要 當然你要選股 產業是很重要 但是呢 你在產業裡面呢 選到了股票 那個切入點是不是很重要 就像那幾年前呢 你看祥壽 我們在公開的節目介紹的時候 祥壽呢 才兩三百塊 那現在的祥壽 各位 已經到了一千多塊 那洪居呢 我怎麼 會在這個位置點 去介紹給各位呢 一張 100多萬 我現在你看我節目的 有的小資金的 你說要一兩百萬 去買一檔股票說真的 也不敢 也不敢 所以我們就需要在 股票呢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呢把它養 那養大之後呢各位 養大之後當然我們就要獲利嘛 那這個叫獲利滿滿啊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路以來 上來就告訴各位 你不要放空 所以今天我也跟你講說 那 主力的心態 他一切呢拉抬都是為了要出 他好不容易呢咬到你的空單 先咬你一個短空 再殺你一個短多 那籌碼呢 這個地方再殺一下 那以後再漲的話 那這個包袱更輕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心態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幫各位操作 很簡單 我 扣斷了股票 我都是一個月到三個月 我都是堅持 我都是堅持 那 每次呢都是讓你去驗證 但是請問各位 驗證到了要怎樣 新日新 你也錯過 那我當時跟各位講 你錯過 在AI股 很多人呢 當時套牢很多AI 那我跟你講舊的AI股 你真的不要去 不要去琢磨 我現在這個包袱重 所以新的AI股 我一檔一檔的幫各位挑出來 所以這個機會就要讓各位 去掌握 所以呢 賺錢跟虧錢 其實 就是在一念當中 就在一念當中 那最近大盤 我說震盪的格局你要怎麼做 就是在最有限的空間 來創造什麼 創造呢 無限的績效 能不能夠達到 我相信各位 一定達得到 只是說你有沒有呢 坚持 你有沒有這個信心 今天在11月份 最後一天 我出手 因為 強勢股 我講過強勢股為什麼不能空 你看到 你看到 這檔個股 早上 急拉之後 他拉回來 但是他是強勢股 那你認為你在強勢股裡面能夠賺到錢嗎 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的 你不能空強股 你要當衝 你也要點 你也要點能耐 所以當衝看的是一個盤勢 我說壓回來 你看測 測試呢 不再破滴 這已經測兩次 當然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後來各位你看到 那這一根的就是我今天 送給我們家族成員 真正賺到了一根停板 我現在這個就是功力 那也是給各位 一個經驗 所以呢 不是每天 急拉 去追 急殺 你看到 就把他殺掉 所以有時候操作你一定要懂 那四輪跑得壞 那今天10月底了 我相信各位 也是從48到 今天最高 抱歉的寫錯了 67.1 67.1 48到67.1 那有沒有漲 那這個都是 驗證給各位看 我們事後論 各位 沒有事後論 那答法我昨天跟各位講 穿銀線 很可惜 只到一半 穿銀線就是一根 紅棒 但是我已經看到了 一根紅棒穿越了 經線 長期經線 來各位 他在這個位置點 如果今天盤是好 他穿越過去 我相信呢 穿一線 噴發 就是要讓你大專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想 你家 千金來買早知道 我知道大家呢 都很想你的股票變千金 但是有沒有機會 那這兩個股 我是 布局到明年的 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本來不開牌的 但是呢 我又怕 付出朋友 你賺不到錢 所以我在500塊 我承諾給各位 開箱 那開箱到今天各位 那也又 五六十塊 我想這個就是 給各位 你們去驗證 老師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能耐 那才是最重要 昨天跟你提醒了 穿銀線 那如果我把他解釋 穿銀線也可以 射出去 那是不是非常遠 但是穿銀線呢 就是穿過 長期的經線 我相信 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這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 12月初 我講過 我幫各位布局了一些中小型的 在12月份有機會噴發的股票 尤其這一檔安心傳 各位看到 母以子歸 母公司 他已經大漲了 那這檔子 子公司還在底部的位置點 那未來呢 有沒有轉單的效應 各位拭目以待 如果你現在早一天進來 早一天布局 要等到12月底 那我們呢 就在見真章的時候 新日星又超過五成了 氣力呢 又超過五成了 連發呢 各位 那是不是持續的噴發 這個都是你們去驗證 那心頂各位 那是不是又大漲了 最近在在的各位 是不是呢晚一天 你就少賺一天 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 準備好 包括軟實力 包括呢 這檔呢 安心的賺 因為還在底部 而且呢 他的營收翻倍 現在很少 這種翻倍股 還在低檔的位置點 希望各位呢 趕快跟進來 明天同一天再會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實地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請不要再講 按旁邊 先把 我 請 請 大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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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